CET會來是因為我跟他講說 欸 那個星期六文 騎大雪山有20個妹要來 哈哈哈哈 各位觀眾好 歡迎收看CET的頻道 是的 今天就要來跟著髮襄團們呢 一起來挑戰大雪山 看到現場滿滿的髮襄們呢 就知道Rodden絕對不會騙我說有20個妹 快點我沒有經驗很輕喔 沒有20妹就算了 這次開團的呢 就是台中鼎鼎有名的高王 阿瑞 那阿瑞好像一開始就已經噴出去了 對 這個瓦術的確 我們跟不上啊 沒想到小弟第一次的大雪山就這麼的硬 不過身為台中人沒有騎過大雪山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反正就硬的頭皮趕快把他騎完吧 那這一集其實是上上禮拜拍的 但是因為這個檔案呢 因為路的關係太爛 所以被震壞了 所以修了兩個禮拜修不回來 那只好就給大家看個試題的片段囉 那就請大家將就啦 好的 那來看看大雪山這條路 那他是從東四的麥當勞經東坑路後的第一個7 開始計時 那一路到這個大雪山的門口 全場是35公里 爬升來到1560公尺 爬升段的平均坡度呢 來到6% 雖然沒有很激情的陡坡 但是呢 一路都是6%的坡度 完全沒有任何休息的空間 所以你一定要有十足的耐力 還有毅力 那這個呢 就很像訓練台打了好幾個小時的tempo一樣 崩潰啊 那因為呢 中間會經過一個隧道 而且是單向管制的 所以在Strava的計時上呢 比較少有全程的路線 那一般來講呢 都是從這個出發點呢 一路到這個中間的警察局 或是隧道口呢 來做一個計時段 那當然呢 我覺得在Strava上 比較值得參考的就是 它中間有一段 完全就是6%的這一段 叫做Snow Bridge to Tunnel 這段全長就有20公里 那爬升有1200多 就算是整個大雪山的主升段啊 那在過了隧道之後呢 其實還有一個5公里的爬坡 平均坡度也是6% 那最後呢 接著5公里的平路呢 就會到我們大雪山的門口 不過這段的這個路況比較差 如果車友要挑戰的話呢 要注意一下喔 那至於在隧道前的話呢 那個路況呢 都已經改善了非常多 我已經沒有像大家說的這麼恐怖了 經過了這個7以後呢 我們集團就開始有一點點拉速度了 不是有一點點 不是說好推力比3 欸 嗯 我覺得至少有4以上啊 我記得前面幾公里就已經快要崩潰了 而且好像快要爆掉了 所以後面呢 基本上騎起來就有點厭世感 你看看這個就是所謂的推力比3的有氧氣啊 我的老天鵝啊 看看這個五指鏡的6%的波 真的是天然的長時間訓練台啊 這邊就會動 legisl策 等待一下哪 不是你螢幕壞掉了耶 是者其實沒多久呢 我就準備想要轉休閒組了 不然都沒有畫面了 太硬了 還好中間還有軍線跟Elvin來給辦 其實我覺得大雪山呢 是這個女性車友應該會比較喜歡的一條路線 因為它的沿途都有這個樹蔭的遮蔽 所以絕對不會曬傷 而且呢到這個隧道口之前的路呢 真的是還蠻平的 蠻好騎的啦 就跟人家說的一路都是殺死地完全不同 可能是最近都有在鋪射吧 我覺得沒有那麼糟啊 比那個棺木還沒有鋪之前 好很多了 其實騎到中間呢已經肚子很餓了 那又想要拍拍照所以呢 又停就下來 第一次來了大雪山 看一下風景 吃的補給不好嗎 哇啊這麼失山 別人的推力山都是我的推力士 不知道為什麼 人生好難喔 是的 我就這樣一路的推到這個隧道口 忽然覺得這個紅燈來的真是吉思 進入隧道的時候要注意一下太陽眼鏡 會不會遮光效果太好 如果太好的話你一進去可能是 伸手不見五指的狀態喔 噢不行這個美麗的隧道呢 因為前面又被漫畫汙染 所以又不小心看到奇怪的東西 欸嘿嘿 讓我玩 讓我玩 黑尾奇 我又下來偷懶 後面這5公里的這個爬坡也是蠻厭世的 不過進入平路段之前的這個風景呢 真的是很不錯 而且今天運氣很好 原本預報是下雨 結果來個超級大藍天 畫面先切到臉 先集團一下 這是我們的多等學生 這就是傳說中的渦輪增壓 這個時候呢 路緣的遊客也會變很多 所以建議要騎大雪山的朋友呢 一定要在6點以前就出發 6點之後呢 你就會跟著一群遊客一起 擠上山了 那如果6點出發的話呢 大概就是過了隧道之後呢 遊客才會漸漸的出現 在隧道之前呢 你的騎乘呢 是沒有什麼車輛的 非常的安全 結果休息太久了 被美芬姐給刷卡了 那後面這個平路段呢 這個路真的是蠻爛的 所以呢 一定要小心喔 不然你就會補到蓋邊去了 看到一坨長長的車鎮 大概就知道這個 門口快到了 現在到大雪山游客中車了 太累了 第一次來 不好意思 山上的車友們久等了 1 2 3 上來 咱咱 好 別這麼說啊 我們 換外了 沒有 只是因為那個風喔 剛好就是那種風向 就不對了 這樣子 好不好 一個數據會說的話 整路 300瓦 沒有停過 一拍獎盃,完畢 我跟你講,我在想說這供應鏡應該是不準的啦 我有些換過 哇,我跟他抽咕咕雞好了 抽咕咕雞喔 我幫你 人家是真的網紅 我不是啦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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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400瓦幹話網紅 沒有啦 我知道啦 高網 沒有啦 你知道高網那兩個是打出來啊 下面就是跪跪跪跪跪 沒有啦 你知道後面有看到一個後面 欸被你發現 對 然後最後 很悠閒 很悠閒 哇,你最後砰刷出去,嚇死我了 我看旁邊那個人 沒有,你們坐記錦就知道 像你過30km之後會進入個平路嘛 喔喔喔 那你過隧道就對了 喔喔喔喔 那你過隧道會先一個小平路 然後之後再小爬過一小段 然後再一個屏幕就快到了 對啊 我想說後面是不是還應該會有什麼 前面大概250吧 250,250,250,250 我這邊哪 我不行,我體重太重了 影片滿棒的 真的嗎 我老朋友有看 這個是 欸,要個簽一下好不好 我簽,簽哪裡 你先LV嗎 你滴個百萬的時候 趕快現在又收起來 對對對 我感冒啦 喔,我不要斷了 喔,我不要斷了 我不要斷了 今天我騎練騎輪 感冒了 感冒了 還要呢? 要帶呢? 我是真的感冒了 OK 好不好,沒有騙大家 我現在要再給大家看 一到三年還在打針 對 五里飛前 這會一直高山鎮 大家下午注意安全喔 感謝大家 感謝運行 謝謝 感謝師叔列車的招待 阿瑞約三頂拜託 回去金鎮也要拍一張 那個最床上的照片 然後我再找一張 因為我老家在海中 但是我沒有習慣話可以這樣 下滑之後呢 終於可以好好的欣賞一下 這邊的風景 總結這個大雪山呢 他其實呢 這個長度夠 坡度也夠 算是如果你不想要去 地理中心被那邊練武林的話呢 另外一個選擇 他的車子比較沒有那麼多 比較不會吸到一堆高麗菜車的廢氣 所以呢 算是中部車友獨享的 這個私房練車景點喔 那如果各位車友們 如果有到台中的話呢 記得 有到大雪山之旅 現在下滑 沒那麼恐怖啦 我只有吃到一袋蟲子 我只有吃到一袋蟲子 發現 在一袋蟲子裡面有東西 我過來了 我過來了 Claire最後一袋蟲子 一定來 一直來 一定來 一直來 所以各位朋友們 不管聽誰的話 都當作空氣記得好好跟著交通指示走就對了 下滑過程中下滑側的路面比較不好 所以大家就要小心一點 不要去卡到洞了 看到這個路真的是 有一點點迷迷茂 不過就一小段而已 好 忍一忍就過去了 然後也真的過去了 我們現在回到東四的麥當勞 再回到這個東四麥當勞的停車場 這邊蠻方便的 所以你要騎大雪山就把車站回 然後再騎上去 剛剛OK的 剛剛有把路的 對 現在車真的是有波動 然後車都還亂開 都開到對向來 一轉彎過去有沒有看 還有一台不是 我差點被縮掉了 一過來那有白色的路一群 小傑最猛了 小傑差點就 他在我後面 然後整個路一群人馬上好 看人殺不住了 又直接跑到這邊 GT未來是因為我跟他講說 欸 那個星期六 我騎大雪山有20個Mail啦 哈哈哈哈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記得幫我訂閱跟按讚喔 掰掰